神经性耳鸣的症状最主要的就是耳鸣 那么什么是耳鸣呢 耳鸣其实我们定义来讲呢 它是病人的一种主观感受 就是它在没有外界声源刺激的情况下呢 它能够听到自己的耳内呢 有声音存在 那么这种声音呢 一般呢 它是一种没有规律的 然后也没有这种什么语调啊旋律啊 没有语言的这种声音 这种声音呢 通常呢 别人呢 是不能听到的 只有患者本人自己可以听到 耳鸣的声音呢 可以有不同的这个音调 不同的音量 那么有的人可能会形容为这种像 像知了叫 还有像刮风 或者什么像电扇响 电流声啊 这种各种各样类型的这种声音 那么通常情况下呢 有一些耳鸣呢 它可以伴随有这种听力的下降 当然呢 也不是所有的耳鸣都伴随有其他的症状 有可能呢 它只是仅仅有耳鸣的存在 而不伴随任何症状 但是呢 也有一部分患者呢 它由于引起耳鸣的病因不同呢 它可以会伴有听力的下降 有一些人呢 还会伴有这种悬晕的出现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